好,各位同學們,先來介紹這兩台 都是不可以換鏡頭的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,對不對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不可以換鏡頭,所以這個地方是死的 這個地方是死的 就是 反正不能換 怎麼講,那就不能換 那我們來開機 通常它就會是這樣子 來,我們來看開機 不是開機,不對 開機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可以開機了 所以關機 好,就是這樣 這一台是那個定焦28的 所以 鏡頭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東西你要 等一下看這個你才會知道 然後呢 好,我們來看這一台 有沒有 好 這個鏡頭是 變焦的 所以你可以看有沒有 有沒有 還可以變來變去 我這邊有個機器可以讓鏡頭 拉長拉遠 這個是我們常看到 那個鏡頭可以拉長拉遠 那這一台就沒有 這一台基本上就是固定一個焦段 一個焦段 啪 就這樣子 那 機器小嘛 當然 跟大機器比起來就沒有那麼的畫質那麼好 但是呢 拍久了是這樣子 想拍的時候有機器 比機器來的大又好 可能有時候對你更重要 所以基本上拍久了之後 我們大概都會一台隨身機 像這個東西就是隨身機 我個人有兩台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讓你理解 上面是可以換鏡頭的 那這個地方是 不能換鏡頭的 那個拍久了之後呢 你自然就會感受到 不同的需求 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